那么继续我们来掌握的是这一次呢 九合一大选民奖大败 那么呢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 在地方选举的成长 可是为什么县市长呢会败成这个样子 只拿下南部五个县市 就连原本的像是桃园啦 新竹啦原本是绿营执政的地方 都惨输 前立委林卓水今天受访的时候就表示说 代表民进党的空战 它的这个价值 它的核心价值已经被社会所质疑了 你输掉的呢不仅是空战 还有价值耶 这才是为什么会败选的关键 书很明显 县市议员增加了39席 而这个直辖市议员增加了15席 表示继续成长之中 而这个县市长大败 表示你的空战 你的价值被社会质疑 这是关键 这很清楚耶 价值被质疑 你看这个趋势跟结构 是是是是 分析起来太清楚了 你输的是什么 对 输的是什么 是价值 是空战 而不是基础 基础上升的 那价值被质疑的 这是胜负的关键 好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 这民进党立委高嘉宇 在九合一大选之前 屡屡遭到网军跟侧义的批评 选后呢就连同党的台北市议员李建昌都喊话说 如果能够的话 希望你离开民进党吧 对此呢高嘉宇就表示说 他支持民进党也认同民进党的价值跟理念 但是不代表说这个党不会犯错啊 犯错了难道连讲都不能讲吗 民进党现在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了 他说他要继续留在这个党 因为他希望民进党越来越好 这是他的目标跟理想 而不是声音大的人就是对的 也不是呢叫我离开 好我就该害怕 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主动离开 这是他今天受访的时候表达的心声 而这一次呢 这个高嘉宇其实他算是开了第一枪了 他认为说是绿营的侧异 等于说害惨了这一次绿营的选情 结果没有想到此话一出 就被自家的网军出征 自家人也不力挺 这个市议员也开轰 叫他直接离开党 那么立委蔡逸宇呢 他如何认为 我们持续来看看 有时候他讲的 都会太超过一点 所以我也常常会私底下来给他说 说你说事情就好 不要说到人 这样想过去 不过我们高委员他 我觉得他的坚持 他的毅力 是我蛮佩服他的 民进党毕竟是多元的声音 像他的声音多元到 这个有时候脑袋无法全部装下去 不要这个还没有先沟通 就先开火 这样 这个一些老人家可能心中较不难 让他这样开火下去 会沾没什么来着 那你觉得高嘉瑜现在还有在民进党这条船上吗 还是说他快下船 高嘉瑜一直在床上啊 那你觉得他会下船 他喔 他应该不会下船吧 就算有人把他推下去 他也会在床上 就算是有人把他推下去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用绳子把他拉上来的 那你会给他那条绳子吗 我会丢条绳子给他 那怎么看 因为他说如果你真的被人家推下船 推下民进党这条船 他会丢一条绳子给你 谁 蔡宇宇 谢谢蔡宇宇 适时的伸出援手 但是我会想办法自立就期 自己游上岸 因为我还蛮会游泳的 所以也不需要把他救就对了 如果真的游不动的时候 可能需要救神圈 但是你自己也不会跳下去吗 我想我们民进党这条船还蛮大的啦 所以应该还不至于说这个坐不下 被推下去有没有可能 我想我们党内的人都非常的善良 应该不至于会在这种时刻 把一个弱女子推下船了 好 身在民进党内也是弥漫着检讨声浪 对此市议员王浩宇就表示说 很多人开始在找战犯 不过败选的原因 他认为是纾困的政策太过小气了 像之前的三倍券五倍券 他认为这个政策其实不太够 即使政府打算想要做好事 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依旧是经济亏损很严重 他也透露说上自己的这个袜子跟内裤的品牌 在疫情期间就亏了一千多万 他就说那么看到民众的亏损的这么惨重 怎么会有人想愿意再花自己的钱去支持你呢 就你的是指这个民进党 所以他就呼吁说在后疫情时代 政府应该要想想办法要弥补店家跟老百姓的一些损失 让台湾的经济可以继续活络下去 最近高嘉宇屡屡逆风提出了一些建议 他今天还太多点名了 台湾对于像香烟啦 保健食品啦 等进口的商品关税高达30%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像是美国是10% 日本是1% 中国是8% 台湾真的是高得吓人 高得离谱 一颗胶囊 那种保健食品我们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美国买 因为美国就是比较便宜嘛 好 台湾呢 整整比美国贵了五倍 而香烟的关税比汽车来得高 在质询的时候呢 财政部跟经济部互踢皮球了 谁要鼠就明确的规范说 对于保健食品的关税毫无意见 对于这样的乱象 高嘉宇就呼吁财政部不可一味的谢责 跟工业局在互踢皮球 但是让倒霉的却是民众 应该要赶紧降关税 这才是重点吧 好 我们来看到是林卓雪有提出呢 这民进党败选 那么苏仁川应该要下台 但他不认同耶 他说关键呢 其实是苏葵的个性暴躁又惹事 又容易惹人反感 特别是呢 上行政院呢 要上立法院负责 但是却骂立委 像这样子的独裁 其实是值得被批评的 我们持续来看看 从宪政民稳的规范 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 他是指的立法文骂 还是向你负责 对骂 不是向你负责 我要是骂你的 这个跟宪政体制就相当汉格 那所以呢 很多事情就独断独行 这个是值得批评的 但是总体来讲 这个就符合什么 现在一个说法 就是日本的学者讲的 我们这个民进党权力傲慢 那你这个日本学者 比较客气了 讲那个民进党权力傲慢 民进党那么大 总不会每一个人 都权力傲慢 就几个人 一个孙政党在行政院 当然在立法院 当然很傲慢 霸啦 他很霸 不只霸 而且傲慢 是没有错 还有呢 还有这个 像总统居然没收初选 对 居然论文门出事 还要民进党中职会 做决议 要去压台大 是 我的天啊 这个这样不傲慢 什么叫傲慢 所以这个日本学者 没有点名 但是真正呈现傲慢 是这两个 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就要持续来掌握的是 这个邱颖的弟弟邱章信 原本担任中华航空的 空中用品部副总经理 先前因为卷入了 国安局的私烟案 依逃漏税被判刑 但最近呢 华航就发布了 新的人事案了 邱章信居然升官了 被质疑说 你没有相关的专业经验 难道有办法掌控 非安这种重要的部门吗 邱颖 昨天被问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一被问到 立刻瞪大双眼 反抗记者说 你是哪一台的 持续来看看 但是我觉得邱颖颖展现了 另外一个态度 我就很大 你拿我怎么样 就是把那个傲慢 完全诠释在他 瞪大的双眼当中 那保洁 他倒是始终如一 他一向如此 可是我觉得 这才是民进党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今天看到说 大家不满意的几个阁员 徐国勇 陈其仲 王美华我觉得 只是因为经济因素 陈耀祥 薛瑞源 他们有的时间长 有的时间短 我觉得民众可能 对于几个人 那个名字不见得记得很熟 但是他们反映出来的都是 当民众有不满的时候 他们傲慢的不得了 那就跟邱颖颖所展现的态度 是一模一样的 他就是这么嚣张 他今天才这么嚣张的吗 他过去不是一直都这么嚣张吗 他去踹法务部长的大门 然后他在韩国瑜 然后去帮弱势团体唱歌跳舞的时候 他说他去玩的 然后之后就是把所有去 对他脸上表达意见的人先封锁 后来发现封锁不完之后 就开始说那都是网军攻击 那是境外势力 他不是这样连任吗 民进党就是这样啊 你以为是什么 你以为是公务员 公务员的这个这些所有法规 或公务员的这个资历 或是或是专业的考核 当然不是啊 但是谁 谁麻吉就让谁上啊 要赶快上 免得到说这个权力 不轮到我分配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所以赶快让他上啊 其实这件事情是过头了 就是一个管业务的去管飞安 你这样以后敢做华航吗 那他在乎华航 怎么对不对得起这些乘客 或是这个华航的公司 他怎么样 所为一个企业的形象 或是说你的飞安的这样的形象 他在乎吗 不在乎 只在乎这个位置 要给自己人的弟弟做 所以这就是糟糕的地方 代表民进党输得不够惨啊 好 之前说的斑斑吃石斑计划 因为石斑鱼的供货量太大了 在这个上个月是有喊咖 不过呢 现在就连偏箱学校中央厨房的计划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吗 现在行政院有通过计划呢 同意将学生的营养午餐费 加码到每餐62元 每天是一个主食 三样菜 还有一样汤品跟点心 不过现在传出呢 学校把原本的这个小馒头啦 巧克力面包啦 这些什么像零食啦 乖乖啦 布丁啦等这种 小朋友喜欢吃可是很高热量的东西 通通加入菜单了 其实这样子不太好的 对小朋友的发育不太健康 包括上次那种小东西甜甜的 其实对孩子都不好 那么现在呢这个教育部也说 他们会特别的处理了 老力后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泡泡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CTI444